第三題它說要針對哪個工作表 所以特別注意,你要看懂關鍵字 工作表其實指的就是說哪一個 下方那個叫工作表 他們有一頁一頁的 指的是那個工作表 就是隔壁的這一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其實有兩個工作表 這個是圖書資料工作表 它指的是這一個,你要看懂它的題目 看不懂你就找不到 然後將圖書年份的表格移除表格樣式 那轉換為表格 我剛剛提過,剛剛那一題剛好顛倒 剛剛那一題是把範圍轉換成表格 那這一題的話剛好顛倒 把表格改回原來的範圍 所以兩個是顛倒的 所以它就是不要表格 那你會發現這個就有表格 為什麼有表格 因為它上方這邊有一個什麼 篩選的狀態 那而且呢,有這個樣式 那要怎麼把它拿掉 很簡單 剛剛加的地方呢 一樣在常用裡面的設定格式化條件 對不對,我們好像是選第12個這個嘛 那如果你要清除的話呢 記得它這個下方 它這邊其實有一個 有一個樣式 可以讓你把它清除掉的 就是呢,你直接怎麼樣 不過可能第一個你要先把這個 這裡面好像 這邊好像是沒有清 所以你可以把這個 我現在確定 接下來的話呢 當然我確定一下 要不要選 我看一下,游標只要放這個範圍之內 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呢 你就找到上方有個叫表格設計 OK 游標只要放這個範圍之內 然後找到這邊有個箭頭 機關檔在這裡 OK 記得不是從那個常用這邊設定 不是從這邊喔 是從上面這邊喔 不要找錯位置 這個我也常常找錯位置 OK 這邊點一下 這邊有清除 有沒有 所以關鍵的地方在這裡 其實這個證照考試 其實就考你找不到 找不找得到功能 找得到就是有分 找不到就沒分 就這樣 OK 那所以喔 記得喔 上面這個地方點一下 然後清除 OK 它就會怎麼樣 恢復成原來它沒有表格的狀態 不過你會發現 它的篩選狀態沒有消失 上面這個還怎麼還在 我看一下 它是不是漏掉 有清掉了 OK 所以應該是恢復了 只要清除之後 它就不是表格了 再來的話 上面這個篩選怎麼取消 很簡單嘛 資料裡面不是篩選 你把這個篩選按一下 它就恢復了 OK 所以呢 這樣就完成它要的動作 就是把它恢復成範圍 這個時候它就是範圍 不是表格 OK 再來的話呢 底下這一題的話 最難的 這一題最難的地方就在這裡 這什麼意思呢 它總共要用幾個函數 總共要end,write,or,let 不過這兩個是文字 這兩個是邏輯 函數 然後依序做設定格式化條件的設定 然後呢 要使A2到I的557 所以從A2第二列嘛 然後要符合這個條件 然後呢 條件的話就是要把它整列有沒有 唯深黃褐色 輻色3 然後叫深25%的字 顏色 然後呢 要出體字 出體字就是那個B 然後深黃褐色的填滿色彩 這個填滿色彩 那要怎麼做啦 首先的話呢 當然 我們要總共有幾個條件 第一條件就是 如果年份在什麼呢 2010寒以後的 所以等於是2010以後的 幫我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它的底色 變成黃 就是它指定的一個顏色 有點像這個 你會看到年份嘛 也就是說2010 像這個2010嘛 這個20... 2010寒 所以這個也要 那意思是說 如果這幾年有沒有 它要做的效果有點像這樣 把它這幾藍的 顏色 字體顏色啦等等 把它變成它指定的 不過我們先不管顏色 我們先給它填一個簡單顏色 類似像這樣 就是把它這個範圍填這個顏色 那不過 那不是要你人工 不是要你用眼睛看 這個是2010對不對 那把它選起來 然後再把它填個顏色 也就是只要是年份是 2010以後的包含2010 要把它填一個顏色上去 那但是有這麼多資料 你不可能說一個一個 用眼睛看 然後去讓它做那個 顏色的設定 那所以呢 你必須要用一個功能 就是 之前我們用過了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一個規則 那這個規則的話就給公式 如果當這個條件發生的時候 最後就給那個效果 那可是 這個最後做出來的效果 公式其實非常很長 各位可以查一下 最後的公式這麼長 應該可以在雲端百滿2014這邊找一下 最後的公式就是這麼長 總共有幾個 一個end 然後這邊我填個 顏色上去 就是呢 讓它 比如說這邊一個 然後end right right在這邊 總共有四個 所以這邊偶爾 而且打錯一個字都不行 我想說這個應該很多人 如果要一次打對 蠻困難的 所以我是建議 你可以分階段完成 因為它其中 總共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嘛 年份對不對 第二個條件是 借購號是 墨式碼用right 然後呢 這個是書目編號 前兩碼 為23或29 這第三個 所以再把這三個結合在一起就好 OK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假如說 我要先做一件事 我希望設定格式化條件 如果它的年份 假設是2010以後包含的話 請幫我把它底色 把它塗顏色 那應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 請你把範圍 你要做格式的範圍 選起來 所以選A2 然後Ctrl-Shift向右 選到最右邊 再Ctrl-Shift向下 意思是把它選到底 應該是愛蘭的第557吧 條件應該沒錯 557 對 沒錯 557 然後呢 做什麼呢 設定格式化條件 新增規則 這個規則的話呢 就是使用公司來決定 要格式化哪一個範圍 這個範圍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要根據什麼呢 根據F 這個年份的部分 我先取消一下 我讓它往上一下 不然會看不到 F對不對 設定格式化條件 然後使用公司來決定 那一樣啊 這個之前我們有九層發表做過 當等號一下 那個哪一個儲存格呢 特別是這一欄 所以你就點一下也可以啦 或者是你直接怎麼樣 直接輸入F2也可以 那將來的話呢 我們只有針對什麼 只有F這一欄 做條件的篩選 所以記得哦 F前面一定要加錢的符號 那2的話呢 一定要把它刪掉 因為它要一直往下找 所以它根據F欄 裡面哦 去幫你比對 如果呢 它是大於 或者等於的話 所以你要大於等於 2010的話 那請你幫我怎麼樣 把它的底色 底色的話是格式 假設我們先不要按照 它題目要的 我們假設先找個簡單好了 它要的應該是 等一下再講 我們用黃色好了 我們不要簡單哦 如果呢 我今天要讓它 這個效果做出來的話 那我按確定 你會發現哦 它只要是年份是 2010以後的有沒有 馬上就幫我把顏色先畫上去了 但問題我們只有完成 第一個動作 就是它要我們做這件事情 那第二個的話是 借構號 墨4碼 墨4碼的話 所以借構號 那借構號在哪裡 借構號在這裡 墨4碼 它的號碼是 6668 那這個地方哦 所以第二個條件 那問題來 第二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 2010以後 第二個條件是 借構號 墨4碼 所以接下來的話 一樣 設定格式號條件 那我就不是新增規則哦 我是直接管理剛剛的規則 我把剛剛的這個規則 直接在按編期 然後再加上第二個規則 所以哦 可能會不止一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要 大於20 第二個條件的話呢 是這個儲存格 要必須怎麼樣 必須要大於 不 這要等於6668 所以兩個條件 同時要成立的話 記得一樣哦 加上偶爾 或有沒有 然後呢 刮斧一下 這個跟剛剛有點像 或 這個第二個條件的話 加一個斗點 然後呢 什麼條件 再來就是 根據這個儲存 這一欄 A2的儲存 你把它點一下 記得一樣哦 把A前面的錢 留下來 2後面 2前面的那個 那個錢的話 把它拿掉 然後記得哦 這個儲存格裡面的 前面 應該是右邊 算過來四個字 所以打一個right 錢瓜糊 然後呢 四個字 豆點四 也就是取它右邊四個字 如果等於什麼呢 等於6668的話 這樣子的話呢 等於這個是第一個條件 這個是第二個條件 不過好像它這個條件是要同時成立嗎 看一下 它要這個 而且這個 那應該錯 應該不是偶 我更正一下 這個兩個都要同時為初的話 那就這邊加AMD 要改一下 要且 這個 2010以後 而且借購號是6668的話 幫我把它顏色加上去 所以你會發現 應該會少一些 按確定好了 我們看一下 記得哦 不要打錯哦 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 放在這邊 好 按確定 再按套用一下 或者直接呢 按確定也可以 好 那你會發現 第一個條件 這邊2010以後 第二個條件就是什麼 6668 那沒錯 所以前面這個不是668 所以它不會 不會填顏色 那待會的話呢 還有第三個條件 所以這一題實在太複雜了 所以要再把這個第三個條件加上去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先兩個條件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